卡普尔机场事件前早就掌握情报 五角大楼表示 这件事本不应该发生 怕可疑分子借机渗透 美国将严格检查进入美国的阿国人 美军撤退的期限将至 英国西班牙结束阿国撤侨行动 伊朗最高领袖批评 拜登的核协议要求跟川普一样 欧洲议会外委会提出挺台报告 建议欧盟驻台机构证明 美国最高法院终止禁区令 租客须知 瘟疫成禁词 中国手游的台词全改痔疮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8号星期六 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27号五角大楼指出 由于情报单位早就握有相关的情报资讯 喀布尔机场事件本不应该发生 原本不必有人训难 路透社报道 早在25号夜晚前 美国情报单位几乎早已确定 喀布尔机场外围的袭击行动已经迫在眉睫 引发国务院对美国公民发出警告 要他们立即离开相关地区 但是仅12个小时后 一个人弹客穿过大批人群 走向美军部队控制的大门 启动身上的装置 结果造成至少13名美军人员殉职 79名阿富汗人丧生 美军进行调查时 最迫切的问题包括 此人是如何通过塔利班的检查哨 而当时美军已经知道袭击将至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这样集中在一个空间里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锡将军 在事发后几个小时告诉媒体说 有某个地方出错了 多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在前几周 军方早就为阿富汗人申请离境许可 但批准过程缓慢 加上无法确保在第三国安置这些撤离人员 导致启程延迟 而期间离开喀布尔的所有航班 一度终止6小时 11线美军人员面临了极度混乱的状况 CNN27号报道说 他们在此事发生的两周前 专访了一位匿名的伊斯兰国组织 在阿富汗分支的指挥官 那人说 他可以指挥的成员有600人 目前在塔利班的队伍中低调活动 他也曾经亲自下场和塔利班并肩作战 正等待袭击的时机 这位指挥官声称 他通过检查点并进入喀布尔根本没有阻碍 报道说 这次的袭击早就有迹可循 加上有数量不明的伊斯兰国组织成员 在混乱中获释 进一步让他们壮大 记者推测 可能是哨战人员关注在人们的审查文件上 而不是盘查身上的武器 或许就是这个环节的疏漏才让袭击得逞 白宫表示 未来几天可能是撤离行动最危险的时刻 据CNN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7号表示 他们目前正在追踪伊斯兰国 盖达组织塔利班三方 是否可以利用美军撤离过程产生重大安全隐患 包括是否有跟这些组织有关的人入境 国土安全部情报局局长约翰·科恩说 我们将对撤离到美国的人进行广泛的筛选和审查程序 同时白宫宣布 国土安全部将严格检视联邦政府 在安置阿富汗逃离者的应对措施 这是在最近几周 美军从喀布尔空运几万人之后进行的一项努力 所有前往美国的阿富汗人 都会接受机密和非机密信息的审查 一位FBI官员说 联邦调查局在总部设立了一个指挥所 那里的人员全天候工作 以确保跟所有合作伙伴保持同步资讯交流 路透社报道 英国从阿富汗撤离近14000人 28日 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对BBC说 我们来到撤离行动的尾声 并将在今天结束 然后将必须让我们的军队搭上剩下的飞机离开 我们没能带所有人出来 这令人心碎 有些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判断 必须当场做出 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 喀布尔不会再有英国撤离平民的撤侨班机 但撤离英国军方人员和少数阿富汗人员的班机将持续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说 有8000到1100名符合移居英国资格的阿富汗人没能撤出 此外 西班牙也宣布结束为期9天的撤离行动 最后一架载着从阿富汗撤离人员的飞机 27日晚上抵达临近首都马德里的空军基地时 首相桑切斯也在场 这架撤退班机的乘客包括西班牙驻阿富汗大使 以及82名西班牙军人 桑切斯27日宣布撤离行动结束时说 我们总共得以撤出2206人 并说这个数字几乎是预期的三倍 而且行动涉及了非常复杂的任务 西班牙撤出的多数人都是阿富汗国民 包括1671名为西班牙工作的阿富汗人 以及他们的家属 据中央社报道 28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责拜登 在重启核协议的谈判中跟川普的做法一样 哈梅内伊通过官网表示 现在的美国政府和前政府根本没有差别 因为在核问题上 他对伊朗的要求只是换个说法 事实上同川普的要求完全一样 拜登27日在白宫对以色列总理班奈特说 他将优先使用外交手段来设法限制伊朗的核子计划 但如果谈判失败 他也有改用其他某些选项的准备 对此 28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夏卡尼 指控拜登非法胁迫伊朗 联合国原子能总署本月提出的报告中说 伊朗已经加速油浓缩作业 以达到将近武器级的浓度 在伊朗和西方国家设法恢复核协议谈判之际 这已使双方的关系更加紧张 为了恢复2015年签署的核协议 伊朗和各方的第六轮谈判已经在6月20号结束 但并没有设定下一轮谈判开始的时间 川普在2018年就退出了伊朗核协议 一年后伊朗开始违反限制发展核武 近年来伊朗因为受到美国制裁 导致民众的生活水准下降 经济状况恶化 引发几场示威活动 伊朗上次的示威活动发生在7月 西南部地区有民众抗议水资源短缺 示威中至少造成4人丧生 面对中共威胁 欧洲展开支持台湾的行动 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 9月1号将讨论欧盟台湾关系与合作报告草案 建议把欧洲经贸办事处证明为欧盟驻台湾办事处 欧洲议会保守党团表示 这是第一份欧盟台湾关系报告 瑞典籍议员魏莫斯今年4月份就提出草案 强调欧盟和台湾是理念相近的伙伴 拥有共同的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价值观 针对中共持续针对台湾和印太地区的霸凌行为 呼吁欧盟采取行动 为了充分展现欧盟和台湾充满活力、多方面和密切的合作 提议欧盟驻台湾的欧洲经贸办事处的名称 更名为欧盟驻台北办事处 报告中提到 台湾也是欧盟在亚太的重要贸易伙伴 呼吁欧盟执委会在今年年底前 和台湾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影响评估 以准备和台湾展开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此外 欧洲议会敦促中共 停止任何破坏台海稳定的活动 不得违背台湾公民的意愿 呼吁欧盟主动跟国际合作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在印太战略中把台湾列入重要伙伴 并强烈主张让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 全面参与国际机构的会议、机制和活动 包括世卫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等 报告赞扬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台湾陆续向多个成员国捐赠超过700万个外科口罩 鼓励欧盟台湾加强合作 交流应对疫情大流行的措施 这项报告草案如果经外委会通过 接下来将交付欧洲议会全体会议表决 最高法院本周驳回了拜登政府的新一轮驱逐禁令 这意味着仍在拖欠房租的美国人 可能面临被赶出家门的风险 美国疾控中心CDC在8月初曾经宣布新一轮驱逐禁令 要再次保护疫情严重地区的租户不被驱逐 直到10月3号 同样受疫情影响的业主们因此提出诉讼 说他们没有能力继续免费为人们提供住房 要求法院考虑他们长期收不到租金的艰难处境 最高法院最后裁定 CDC的禁令超越了它的权限 这意味着租房人无法再受新一轮禁令的保护 据预算和政策优先权中心最近的一项分析 超过1100万美国人仍然拖欠房租 国会已经拨出超过450亿美元的租金援助 以解决危机 而到目前为止 只有一小部分钱派上用场 如果获准得到救济 租户可以得到长达18个月的纾困租金 目前至少有4个州暂停驱逐 那些正在申请租金援助的人 分别是马萨诸塞州 内华达州 纽约州和俄勒冈州 全国低收入住房联盟 有一份来自各州的名单 列出了493个发放联邦资金的项目 如果房东拒绝合作 现在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项目 可以直接向租户提供援助 虽然CDC的禁令不再适用 但一些州和城市有自己的暂停驱逐令 例如新泽西州在明年1月前不能驱逐租户 加州的房客在今年10月前都受保护 而在华盛顿州 马里兰州和康涅狄哥州 面临驱逐的租户 现在有权利可以获得律师的帮助 中国网络审查近年来越来越严格 近日传出中国一家游戏公司 为了让手机游戏能够顺利通过审查上架 竟然把剧情里的台词温义两个字 全都改成痔疮 让游戏剧情变得超爆笑 比如 我住的小山村 爆发了一场痔疮 得了痔疮的人 只能静静等待生命结束等 消息在微博引发中国网友热议 有的说 全球流行的痔疮太可怕了吧 要改称武汉痔疮吗 还有的说 把痔疮当成禁忌的词表示心虚吧 因为自己就是瘟疫起源 一名自称参与游戏制作的中国网友发文说 改叫痔疮是因为瘟疫审核不过 故意改的 此外 中国网民还被逼出各种对应网络监视的招数 逼得中国人看不懂中文了 网友吐槽 为了说句心理话 用上了错字 别字 拼音 符号 象形字 英文 太文 日文等 这两天更厉害了 甲骨文都复活了 由此 蔡霞不由的感慨 当初李文亮一生去世的消息传到网上 并发出各种纪念李文亮的文章 大陆人被迫用错别字 数字谐音 字母谐音 象形文 拼音文 代码文 甲骨文 蝌蚪文 古罗马文等等 大陆人就是这样 被迫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 汉语言文字就是这样 在恶征中被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午夜新闻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转发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